在上年10月 有一個頻道在8號封球下 懷著不安 忐忌的心情 上載了自己第一條片 而來到今天 他們已經上載了超過300條片 創造了超過9000萬次的觀看次數 My pen is blue, my brand is you 今次要介紹的牌子就是 Milk Milk 雖然我們不是什麼大牌子 開了都只是一年 未是一個很成熟的頻道 但都想趁著我們今天生日 和支持我們很久的觀眾 講講我們Milk Milk的故事 很多人都知道他們原本來自一間傳媒 而在這間傳媒不幸倒閉後 有一班還未想轉行 還想做故事的記者和攝影師 就在同年的8月群組合在一起 加入了一間出版社 決定重新出發 除了與出版社有關之外 這個名字還是日本潮流街巨人 Nigo幫我們起的名字 Milk Milk的日文 Mil milk 翻譯的意思其實就是看Milk 另外還有寓意就是 Milk牛奶是一種營養 而他們想自己是一間製造營養的工場Milk Milk Milk的名字就是這樣來的 至於Logo的設計就是Straight Art 藝術家 Eric Hayes 的作品 一起初還設計了這麼多款 大家有喜歡哪款多些呢 但是在YouTube開台其實沒有大家想像中那麼簡單 很快我們就遇到第一個難題了 老實說我們在做的很多事情 其實我們是沒有什麼參考對象的 不是囂張的 先聽下去 有些台是他們可能很專注在一個題目的東西 例如他們是做Vlog的東西 或者有些人是做旅遊的東西 做食的東西 但是我們是有一點貪心的 而之所以說沒有參考對象 說自己貪心的原因 是當大部分的YouTube Channel 可能都是專注在單獨的主題 但是我們就… 大部分什麼都會有 吃的也會有 旅遊的也會有 或者一些很認真些的人房的也會有 類似冷紫色的東西也會有 原因其實是因為這班記者本身各有專長 有人做開食 有人做開旅遊 有人喜歡行山露營 又有些人喜歡做research 也造成Milk Milk這個台難以歸類的原因 MM最大的劣勢其實就是內容太過多元化 David是我們合作的分析師 工作就是幫YouTube Channel做策略分析 而多元化的內容在他的分析下 其實是一種劣勢 例如一個例子 昨天的那條影片是說魚蛋粉 但明天是說枕頭大戰 你見到一個人吃魚蛋粉 你不會問他 待會他不去玩枕頭大戰 問題就是會令到 演算法很多時候是不知道 怎樣派一些東西給人 那解決方法又是什麼呢 是用一個branding去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每一個欄目就是每一個subbrand 每一次就是銷售每一個subbrand 的人去看 有看開我們的觀眾都應該很熟悉這些欄目 透過不同欄目的名字的logo去聚焦主題 建立觀眾的熟悉感 而說到熟悉感了 又怎可以不看一班出鏡的主持呢 雖然以前做過一些media都會出鏡 但是自己一路的性格都是比較後少少 以往都是做一個比較傳統採訪的一個角色 站在鏡頭後面多少少 其實我從頭到尾都沒有特別喜歡出鏡 如果我在公司的時候 有些人大喊有沒有人出鏡的話 我是會裝聽不到的人 除了找故事之外 我想第二個最擔心的就是這個 可能樣子怪 說話又怪 語氣又怪 我覺得自己走下去是最奇怪的 很不舒服的 其實很多眼球看著的感覺是很差的 而不單止適應需要時間 面對一些無情的批評 亦都是出鏡時要面對的壓力 批評你的外表身材 因為可能一開始不太習慣 為什麼要受這些壓力呢 肥毒矮痴好像都齊了 最近我看到像忍者龜 怎麼克服到這個壓力 好像麻木了 吃得咸而抵得寒 你當作是一個做片的形式 片的那個 variety 就是你那個可以玩的東西都多了 而最後其實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各位觀眾都會知道的一日一片 我選錯了那個動作 一日一片最大的優勢 會更加像一個有行常製作的電視台 而令到有一個電視台 通常才會擁有的東西 叫做慣性修時 是MM做的你來看 這個就是解決這個演算法問題的方法 這一刻 一日一片其實是很辛苦的 但其實這個出稿的數量 是經過我們可能人手上的計算 是可以能力範圍裏做得到的 有時可能見到觀眾 其實他們都不時會跟我們說一句說話 就是我們每晚吃飯的時候 都是看MM的 但為了可能大家每天都有片看 還有為了我們的台穩定發展 這一件事都必須要做的 而雖然很吃力 但我們由開台至今 都還是堅持一日一片 而近這幾個月 亦都開始每個月的定休日 Youtube 停播兩天 等同事有得喘息一下 不過現在把時間拉回去開台那時 懷著這份對開新頻道的坦剔 由幕後跳到幕前的不安 頻道終於正式上線 結果 最後結果是意料之外 比我們的想像中快很多 我自己都覺得是驚喜的 有幾驚喜呢 那就要由阿Sam的答鵬女講起了 這條片上載了大概11個月 觀看次數已經達到220萬次 亦都是MM第一條突破8萬的片 答鵬這件事都是特意放在一開始早些的時間出的 答鵬這件事跟香港的連結好像比較多 好像很香港特色的一樣 我覺得通常這些故事如果是好看的話 是有幾個元素的 可能這一個符合了其中一個元素 就是衝突大 女仔很小顆又年輕又年輕 另外這五條就是MM開台以來 累積觀看次數最高的片 而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出 其實幾條片都有近似的地方 都反映著一些香港的現實問題 這兩條我想都是講一些香港人的生活形態 還有都是跟居住這件事 我覺得這個都很切合香港人很關心的東西 而這三條影片的共通點就是 它告訴你居住的可能性是甚麼 就是很多時候 當你可能在一個很小的房間居住的時候 你會想找一個方法 而那個方法可能不必需要太多錢 又或者可能你有多些錢 你可以怎樣去再舒服些 就是解答這個共同的問題 就是這樣 很幸運地開台第一個月 就獲得十萬訂閱 三個月獲得二十萬訂閱 到2022年頭還衝破了三十萬 而當一切都好像欣欣向榮的時候 那時候幾位同事輪著確診 都是一些比較年輕的同事 譬如阿京 然後Phoebe 出奇 他們幾個都輪著確診 然後普特上的同事也有 公司那時候就好像陷入一個停擺的狀態 就變成那個生產線斷裂 變成少了很多片 所以那段時間是超級痛苦的 因為人已經沒有了一半 未病的同事就要想方法去完成一條片 即是在不能出去拍攝的情況之下 有一天一片變成兩三天才一條片 還要不能拍外景 但同事好像是阿莎一樣 仍然很努力地救場 阿莎那條見歷史 但是超級經典 因為如果大家回看 就會看到全世界都在家裡自拍 而且訪問也是Zoom的 交流和溝通是很煩惱的 因為要這樣處理一條片 其實是很困難的 那時候大家都留在家 儘量不要出去拍攝 紋身就說不如拍一些在家裡拍到的東西 然後就要教同事如何設定攝影機 因為其實不是每個人都真的懂得拍攝 即是不是那麼懂得設定攝影機 我們預計本身可能10個小時拍完 後來拍了 後來拍到凌晨 記得隔著螢幕去拍攝 這件事是一種折磨 在3月1號到4月10號的跌幅 如果和1月19號到2月28號的週期比較 一下子就跌了56% 而經歷這場重創後 我們用了個多月時間才把收視率穩定下來 之後中間還跟一班同事下過龍舟 哇 拿過獎 有一點錢 還有插袋 最近還製作了一隻吉祥物 是日本藝術家家項未建畫的 不過還未有名字 大家又有沒有建議呢 但其實這一切走來 沒有想像中那麼容易 講多個Fun Fact 開台以來有同事們提出的故事 大概400個題目中 被否決的就有130個 大約是每提出3個故事 就會有1個被否決 這件事 這件事 你會覺得原來是不可以這樣做的 原來是要這樣想 而MiuMiu現在作為一個YouTube頻道 亦都不想為耐自己玩 開始找其他頻道合作 就好像是很青年圖讀室一樣 到前後合作了這麼多片 圖讀室跟MiuM的五次合作 六次合作 我反而覺得我們跟你們合作 是可以有機會在不同的空間 不同的題目 在不同的角度發掘一些東西 去劃心它 而這個是用了我們某些學術的專長 但又幫助並獻到 MiuM會覺得有興趣 或MiuM觀眾會感興趣的題目 這個互動很棒 亦有時候是一些間接的合作 最近看到一段影片 看到阿京在戒煙 因為那時候我準備拍一條劇場 我還沒想到拍什麼 然後我就想 會不會是說戒煙 所以豪哥那件事 就有些可能你當是造型上 或者感覺上去阿京那邊 阿京戒煙已經成為社會現象 那我們就 我們就拿這個社會現象 來當作戲劇 最後Ernest叫我穿起那件衣服 就是阿京平常會穿的衣服 而其實就連最新節目 看看旁邊台跟Hebe去找電影場景 那一集 都有他們參與的影子 阿京有打電話問功課嗎? 一元雞保鏢的場景 我還特意留意你 你跟著有一個留言 是多謝人 看看有沒有我沒有那個豪字 我有問豪哥 抄功課 而說到Hebe 除了新節目 看看旁邊台 她亦前後跟我們合作了兩次 第一次 就是跟阿莎 阿Sam的死場 就是因為那時候 我都自己在做一個死場系列 然後 出街的時候 那些反應 大家就是 她說你幹嘛抄Hebe 但有些觀眾都非常好的 其實你又怕死場 Hebe又怕死場 不如你們試試過 我覺得這些內容 沒有抄不抄 這些東西是我發明的嗎? 也不是我發明的 但我覺得如果大家都是同行 我覺得有很多合作的空間 或者很多東西是互相值得學習 即是同行 多些善意 大家的觀眾 多些交流 多些欣賞對方 我自己如果有機會 我都很希望踏出這一步 我看到別人很成功的地方 不如我們交換身份吧 你做旅遊 我也試試做旅遊 你又試試玩點場景 或者逛逛商場 又會怎樣 那樣東西我覺得是挺有趣的 而反而不是大家 用一個敵對的心態去看對方 也不希望觀眾 用敵對的心態去看對方 首先YouTube 絕對不是一個靈禍的遊戲 其實我們就是 content collaboration 大家有大家的粉絲 然後我將大家的粉絲 放在一起 然後成為大家彼此的粉絲 就是人有時候 不是完全知道自己喜歡什麼 有時候你有機會 給自己的新東西 就會突然打出新的靈位 這就包括了為何互相Crossover 有時候其實不是對自己的頻道很幫助 其實是對整個香港的種種網絡生態 是好了 作為YouTube的一員 喵喵比起很多頻道 可能還是BB班的級數 多謝這些頻道肯和我們合作 多謝這一年以來一直支持我們的觀眾 在未來的日子 喵喵都會和大家繼續一起成長 期望下一年大家都繼續多多指教 喵喵 待會兒 喵喵 全聖